辣椒粉蘇丹紅流入市面 連鎖的三媽處出鍋 開出了火鍋界的第一艘 他們宣布四百間分店 要全面暫停販售麻辣鍋 也不再提供加辣的服務 而火鍋店的業者 包括竹尖以及入多多 也證實預防性下架麻辣鍋 跟沙茶餃 滑嫩的鴨翅在滾燙高湯中翻滾 青菜丸子豆腐一次滿足 但如今在三媽臭臭鍋點麻辣鍋 怎麼看起來清清白白 好像不麻也不辣 原本是麻辣醬 但現在麻辣醬暫停的時候 因為他們正在檢驗 現在用的是一般辣椒 就是為了防蘇丹紅 鏡頭轉到宜蘭分店 防得更徹底 門口就張貼公告 將停賣麻辣鍋 滷鴨鞋 沾醬的辣油沙茶醬 也都暫停供應 該以生辣椒代替 要是還嫌缺點味 不好意思 請自行攜帶 那生薑子有沒有受影響 難免會有 這下影響好大 由三媽臭臭鍋開第一槍 全台約四百間加盟店 先預防性停售麻辣鍋 並禁止加辣 不過另一個小火鍋霸主 大呼過癮 還在等待廠商檢驗 商品都正常供應 緊張是一定會 但是他如果業主有做下 主動下架 對我們來講一定有保障 自足性下架 很好 全台火鍋店 文辣色變 還有肉多多 沙茶醬等檢驗報告 出爐前暫不提供 逐間的麻辣鍋 也預防性下架 佐料區只提供生辣椒 道士鼎王這一鍋 十二鍋 暫時維持現狀 食材這邊都有請廠商提供相關的合格檢驗證明 那目前麻辣鍋和沙茶醬 都並未使用到有疑慮的產品 仍會持續使用 食安風暴稍不停 不止民眾想問什麼還能吃 業者做個生意 也做得膽戰心驚 記者洪荒生 吳振宇劉之台北宜蘭報導